嗨 我是曼妮 今年的年货预购里面有一道冷冻九孔 很多社员都问我冷冻九孔要怎么料理 徐老板有示范给我们看过 然后我自己是为大家在设计到可以华丽上菜的 跟着我一起这样看啰 我利用了季节的食书 就是当季有什么蔬菜啊 小黄花之类的都可以放下去 然后这一个九孔呢 它是养殖在新北供料区 那因为有用独特的技术冷冻 而且都清洗干净了 所以我们只要把它退冰就可以了 记得退冰就是泡在水里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我用姜片加水滚三分钟熄火 看到我的计时器我闷两分钟 熄火之后呢 倒九孔之后闷两分钟就可以了 徐老板是三分钟啊 但因为我还要再过炒一下 所以我在想抓两分钟的时间 然后时间到就把它捞起来 先放在旁边让它放凉 然后等一下再来剥壳 我们的九孔呢 这样看到其实它非常的漂亮 然后放凉的时候我们就来炒一盘蔬菜吧 记得我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教大家颜色搭得越丰富 你吃到的植化素营养也就会越多 所以洋葱甜椒小黄瓜跟筋类还有葱你都可以放 然后因为现在的山蔬很多所以我就再搭配了山蔬 假设到时候有花椰菜啊或其他的绿色叶菜 你都可以放进去一起炒 这边先拌炒蔬菜然后先放着 然后我就来剥九孔 壳跟肉可以分离就是熟了 所以其实两分钟是可以煮熟的哦 然后剥完之后呢我再转台回来 我这一锅蔬菜我加一点海盐 然后剥好的九孔呢就可以倒下去 我倒九孔下去的时候呢 我就熄火了 因为我不要让它温度太高 然后我用的是古胜的酸甜酱 去调出泰式海味 我有加一点点辣椒 所以它是酸辣的 如果你不吃辣你就可以不要加 就完全是古胜的酸甜酱就可以用了 古胜这一瓶呢非常好搭 搭海鲜或者是搭鸡肉都很万用 看到了我们的九孔 它非常的Q弹好吃 不会硬 就照这样的时间去煮 都不会煮太久 你煮太久它的口感就会变了 那过年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都有 预购的年菜都负责加热 所以我们当然也要秀一首 华丽澎湃上桌的菜 让大家知道我们也是会做菜的 OK好就这样咯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